哎,去便利店里这不认识的雪糕千万不要拿 这个夏天不少网友都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那过去五毛钱就能买到的雪糕 如今动辄就在几十月 有网友调侃到雪糕们潜伏在便利店里 随时准备给那些随手一拿就结账的人一个零头统计 那么为什么雪糕开始变得这么贵了呢 昔日那些平价雪糕又去哪了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雪糕的话题 这炎炎夏至,来上一只雪糕精良要解暑 这简直就是人生一大乐事 但是呢,如今便利店里的雪糕 似乎在价格上并不亲民 此前有记者走访了江西省南昌市的冰淇淋批发部 在上价售卖的145款雪糕中呢 10元以上的就有42种,占比近三分之一 而有一些品牌联名的网红雪糕 这价格更是高的吓人 比如由茅台猛牛联名推出的联名冰淇淋 三款产品价格就分别从59元到66元不等 那为什么这雪糕的价格会变得这么高呢 有分析认为啊,雪糕呢 已经从一种消暑的食品变成了带有网红符号的商品 甚至是社交的工具 消费者购买一款雪糕可能不单纯再是为了消暑解渴 而是抱着跟风心态去尝试一下网红雪糕的滋味 消费者的心理在被生产厂家洞察之后 更为大规模的营销故事就随之而来了 商家通过投放广告 要求明星代言和网红打卡 进一步塑造雪糕的社交属性 不断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跟风购买 但是实际上这其中所需的营销成本呢 都会被转嫁到雪糕的售价上 最终啊,还是由咱消费者自己买单 亏想起小时候的老冰棍,小布丁,三色杯等雪糕呢 这些售价在一两块的产品 几乎承包了曾经下人所有的快乐 但是啊,这由于雪糕嘛 是季节性非常强的产品 只有夏天呢,才能够出货 这也意味着雪糕生产的厂家 需要在一个季度里卖出一年的利润 那久而久之,一些专门做雪糕的厂家 因为无力应对激烈的竞争 所以只能逐渐被市场淘汰 而现在雪糕市场的头部品牌 几乎都有其他业务线营收作为支撑 比如一些乳制品企业和饮料企业 做雪糕呢,只是其中的一块业务 所以比起以前专门做雪糕的小企业 更能够长久的运营 但是价格嘛,也势必会更高一些 评价雪糕呢,是一去不返 虽然有着时代发展的原因 但是生产厂家也应该更加关注消费者的感受 现在对于雪糕价格高的吐槽呢,是越来越多 其实啊,也能够反映出消费者们的不满情绪 如果企业一味追求营销套路和高利润 而不顾消费者的承受底线 最终可能会对企业和品牌产生反噬 这创新做网红品牌虽然不是啥坏事 但是,有些网红雪糕除了外观换皮 品质口味和其他产品并无太大区别 但是价格却翻了几倍 对于生产厂家来说 在花大精力塑造网红雪糕的同时呢 不妨也多点诚意 别把咱消费者都当成大冤种 好了,这里是楼权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